你不想要 小姐 这 这什么情况 有人欺负你吗 要打架我派人去啊 没人欺负我 我刚刚成立的女子护卫队 我要拉出去练练兵 女子护卫队 您这唱到哪一出啊 马哥 小姐这书叫 莫归银 招亲 是不是想扫包房啊 赶紧走 站住 干什么的 你管我们干什么的 让开 站住 站住 你们干什么的 你说干什么的 来靶场大人是练枪的呀 练枪 别胡闹了 这靶场是你们家的嘛 凭什么不让我们练 就是不让你练 回去 回去 我自己想说了不可以进去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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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队长 你可来了 许凌芝 你来捣什么乱啊 崔铁飞 我不是来捣乱的 我是来练兵的 练兵 你练哪门子兵啊你 看见了吗 这是我刚刚成立的女子护卫队 对 我就是队长 你看不起我 那咱也甭在这儿废话了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我要跟你比枪 是吗 口气倒不小 行啊 既然你不怕丢人 小爷我就陪你玩玩 不过丑话说到钱呢 我要是赢了你怎么办 很简单啊 如果我要赢了 你们就把把场让给我们 我问你呢 我赢了你怎么办 那就是我筋师不道 学艺不精 正好借这个把场好好练练 不是你无赖吧你啊 你这两头堵着呢你啊 对 反正这个把场我们是用定了 你是让也得让 不让也得让 不是 你要是不服 有手你打我呀 你我不敢吗 你我不敢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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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 让他们跟咱一起练吧 俗话说得好 那你发配赶活不累吗 别儿子 你跟这瞎起什么哄啊 那怎么办呀 我自己开始发现 跑 不要跑 跑 铁卫队的 看什么呢 没见过女的 你们在训练呢 严肃点 你 见过女的 没见过这么大枪的女的呀 你们俩 上 你干什么呀 你 你打乱你 你干什么呀你 简直是莫名其妙 胡闹 好 铁卫队的 有 有 铁卫 是 今天的实战学院 到此结束 全体 加油 转 起步 跑 铁铁卫 你干嘛去啊 不陪你玩了 整个跋场都让给你们了 回见了你 小姐 那咱还打枪吗 打什么打 打个枪都能把枪给扔了 还嫌丢人嫌严不够啊 这不是第一次吗 下次就好了 不玩了 不玩了 打道回处 这还什么都没干就走啊 对啊 不玩这个 再玩别的呗 指导员 铁卫 你找我啊 来 坐下说 你怎么回事啊 刚上任没几天就搞这个 你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吗 不是指导员 这事真不怪我 我哪知道许凌智要来捣乱啊 不要避重就轻 我说的不是这个 那是哪个呀 实弹训练 好啊 一下没看住 你们就打了两天实弹了 每人每天实发 子弹不要钱啊 这个呀 咱自己就是造枪造子弹的 不缺这个 俗话说了 再饿还能饿死厨子吗 说得轻巧 你知不知道 在咱们新四军作战部队 每次上战场只带五发子弹 你这么浪费像话吗 造子弹是要成本的 人工原料这都是钱 指导员 这不算浪费 神枪兽 都是用子弹喂出来的 我告诉你 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在咱们新四军的部队里 也有很多神枪兽 他们都不是用子弹喂出来的 而是依靠正确科学的方法训练出来的 科学的方法 对啊 你不信问四妹 我信 那以后 我就多多向四妹子请教 行吧 叫你来啊 还有一个任务 你说 我刚刚和铁工会的几个干部开了个会 为了扩大咱们的生产规模 决定在马场附近的地区 组织铁工会的分会 从明天开始 我和吴会长会在马场周边转一转 你派几个铁卫队员担任保卫工作 行 我亲自去 行 今天吃 铁飞 看谁来了 真是灵魂不散了 你怎么又跑我们家来了 我 怎么说话呢 灵芝过来陪我唠唠嗑 你不高兴啊 伯母 您别说他 我们以前的确是有些误会 所以他才对我有成见的 你听听 你听听 人家多同情达理啊 他 同情达理 哎呦 我的娘啊 你是没见过他真面目 今天在打靶场 差点没挤兑死我 还在网上指导员一顿骂的 害得网上指导员一顿骂的 害得网上指导员一顿骂的 江湖也敢骂你 太不像话了 你让我就去找他 我得跟他好好理论理论 我求求你了 你千万别给我添乱了 行不行啊 我 我就是去跟他解释一下嘛 你以后别来给我捣乱 就是帮我最大的忙了 那好吧 既然你不欢迎我去 那我就不去了 这就对了 有什么事啊 小两口多商量 互相体谅 铁飞啊 过来吃饭 来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我们两个就先吃了 正好饭还没凉 我去给你盛 伯母 您坐下吧 还是我去吧 好 不是 这怎么回事啊 娘 她怎么来了 我也不知道 是她自己上门来的 这到了吃饭的点 总不能不留人吃饭吧 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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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乱套了 别说了 来了 来 铁飞 快趁热吃吧 谢谢 我给你们俩倒点水 多吃点 你每天那么辛苦 你吃吧 你吃吧 林芝 来 喝点水 谢谢伯母 给 你让我吃 快给我吃 不是 我吃完了 你们两个慢慢吃 我让柱子早点把门锁上 娘 因为她还走呢 锁什么门啊 完了再开嘛 我 我觉得我还是去找一趟姜红音比较好 你放心 我就是去跟她解释一下 告诉她这些都不是你的错 要怪呢 就让她来怪我 我明天就不在马场 不在马场 那你们去哪儿啊 我去执行任务 我去工作 去什么地方 我去什么地方工作跟你有一文钱关系吗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怎么没关系了 你不是刚回来没几天吗 你也去 我现在是铁卫队队长了 我们铁卫队 你保护那几位领导的安全 我 好 停车 注意警戒 云飞 什么情况 有匹马刚从人户 那又怎么样 这片小树林非常适合打埋伏 天儿 你们先在这儿等着 我跟铁蹄摸进去看看 好 小心 太阳卓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 你慢点 雪白 你轻点有没有手疼 铁飞 这是怎么回事 你让他自己说吧 没什么大事 我就想跟你们一起去玩 所以一早就在这儿等着了 玩 我们是在玩吗 我们在看正经事呢 大小姐 你跟着瞎胡闹什么呀 我没胡闹 你们干你们的正经事 我在边上跟着就行了 又不耽误你们 这附近形势有多复杂 你知道吗 有没有土匪恶霸 日伪军 你知道吗 哎呀 你们不用管我 我有枪 我能保护我自己的 再说了 我们老许家在这儿附近 还是有点微信的 就要遇到什么小毛贼的 我只要亮去我们家的旗号 肯定就把他们给吓跑了 许灵芝你 指导员 我没办法了 你做思想工作吧 许小姐 并尊知道你跟着我们吗 当然不知道了 你这样一走了之 他会很担心的 你放心吧 走的时候我都给他留信了 许小姐 我们确实在干正经事 听我一句劝 赶紧回去吧 我不回去 崔铁飞是我男人 他一个人在外面混我不放心 我得看着我男人 免得有人趁虚而入 怎么了 指导员你有意见吗 不是 许灵芝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没胡说八道 哪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心话 你那么鸡翅白脸的 是不是心里有鬼呀 你放开 指导员 崔铁飞归你管 你得替我做主啊 姑奶奶 我求求你 你别在这儿给我丢人了 行不行啊 好了好了 你们两口子的事 我可不想掺和 不过 我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你非要跟着我们的话 就得听指挥 不许乱来 而且 这里的条件非常艰苦 可不像你在家做大小姐 知道没有 知道了 还是指导员通信达理 指导员你怎么能同意 他留过这儿了呢 就是留下了 怎么了 我警告你 李有缘点啊 我就不 李有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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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 我救我 有本事你给我再买呀 我求求你 红莺 她不会是徐大英 派来捣乱的吧 我看着不像 你回头盯紧点 但是她也有好处 到时候 可以对外宣称 说许大勇投靠我们了 老许家的威严振着 这些土匪恶霸 就不敢来麻烦我们了 还真是啊 这就照扯虎皮做大旗 将计就计 走吧 嫂子 你狗胆包天哪你 二小姐跑了 你居然不拦着她 你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 统治我 小姐是悄悄走的 我也是刚刚才看见那封信 你还有理了你 你怎么不把她看紧了 怎么能让她跑了呢 滚 许元 二小姐到底怎么回事 你自己看 出去散心 许元 我估计二小姐是被翠姐飞给拐走了 不可能 我的许元 您没发现最近二小姐跟崔岳飞来往密切吗 他们两个不是互相看不起吗 一见面就打 此一时比一时了 不知道崔岳飞耍了什么花招 最近把二小姐哄得很开心 他们还一起吃饭一起打枪 怎么会这样呢 是真的吗 这还有假吗 大元伙都看到了 可是 他们两个已经定了婚了 还有必要拐走吗 许元 您不是一直说要退婚吗 崔铁飞肯定是怕有变故 所以想搞一个先掌后奏 您得下狠心了 不能让事态权发展下去 你叫上林光和锤子 再多带几个人 一定要把小姐找回来 好的 崔铁飞怎么处置呢 你什么意思 这小子 死心塌地投靠了铁工会 于公于私留着都是个祸害 不如把他给做了 这个事情可大可小 你自己看着办吧 反正我什么也不知道 来 站着 干嘛呀 小陈 小李 吴卫生 牛哈 牛哈 可把你们判来了 我们都听说了 你们在马场扳倒了许强霸 这不算什么 好事还多着呢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咱们铁工会的指导员 江湖英同志 江同志您好 不好意思 麻烦各位了 严正我说就太客气 这东西我们应该的 客气话不说 咱们进屋台 好 先进屋 你能不能别跟着我 你干什么 废话 我不跟着你 我跟着谁呀 不是 你 我现在是铁卫队队长 你说你总这么跟着我 你让我怎么带兵啊 这跟带兵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啊 微信 知道吗 你这么一顿我连微信都没有了 谁服务啊 你要微信是不是 当然 那好啊 那以后我在公共场合 我就对你毕恭毕敬的 这样总可以了吧 真假啊 真的 从现在开始吗 行啊 相公 你饿不饿呀 要不要奴家去给你弄点吃的 我的妈呀 我求求你了 姑奶奶 你快饶了我吧 真的 你快点我饶了 救命啊 我们三个 一分三路 每个人带十个人 分头去找二小姐和翠铁飞 发言他们之后 先不要激怒他们 回来告诉我 啥意思 试试试 啥意思 老爷说了 崔铁飞这小子太矮 不能留 这晚上不会睡觉吧 床呢 这不就是床吗 这怎么睡呀 这村里没有旅馆吗 我请你们好了 你省省吧 这么小的村子 哪来的旅馆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这里的条件很艰苦 这啊 已经是照顾咱们女同志了 至少啊 这里还有一个追风避雨的地方 其他人都在院子里过夜 不是吧 那崔姐姐也在外面过夜 当然了 咱们的队伍 一向是干部和士兵 一事同仁的 苗实在受不了啊 你明天收拾东西回家了 谁说我受不了的 你们行我就行 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姐 你干嘛呀 阴魂不散的 你吓死我了 你大半夜偷偷摸摸地跑出来 这是要给谁偷红包信啊 你说什么呀 我给谁偷红包信啊 说个笑话还认上真了 你不是说崔铁飞是你爷们吗 以后有的是时间看 看到你反而为止 我看什么了 我那个上毛发顺便路过而已 行了 赶紧的吧 天凉 别再冻着 天凉 来 烧鸡啊 来 让兄弟们吃来 听兄弟 拿着吃去吧 好嘞 怎么样 你到了吗 那还有说吗 我许林光是何许人也啊 我跟你说呀 这儿铁飞队回来 就是想拉新铁匠入伙 这崔铁飞的铁飞队 担任保卫工作 哎 我妹子就跟他们在一起呢 他们今天晚上在哪过夜 墨盘村 你说今天晚上趁夜摸过去 能把他们一往打尽吗 不行 他们越是到了傍晚 警惕性就越高 我们刚才去村里摸过情况的时候 发现他们布置了好多的名哨和暗哨了 他们从马场出软 会要经过这儿 嗯 然后再经过这儿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会要到这儿 饮水烤 这个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 我给你 铁飞 那边是哪儿啊 这座山好漂亮啊 前面那座山叫鹰嘴山 看见那山口了吗 嗯 叫鹰嘴口 是吗 你怎么都认识啊 你去过吗 我跟我爹运货总路过这儿 这附近我都熟 那一路 古神 快 他们来了 走在最前面的 就是崔天飞和我妹子 兄弟们 都准备好了 弟兄们 把眼睛擦亮点 可别伤着二少姐 人徒儿 他们两个离得太近了 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这回我谁让你开枪了 我听你喊开枪了 快 围长不对 驾 驾 天飞 情话怎么样 不知道啊 可能有埋伏 你们先车队 好 准备撤退 别大 跟我骑着马去探探路 好 我也要去 许灵芝 人命关天的事儿 没人跟你胡闹 我没有胡闹 卢叔 把他拉走 走 等下 跟我走 快走 铁飞 小心点 别硬碰硬 一会儿 在刚才经过的小树林会合 好 你们也机灵点 走 走 走 站住 还都蒙着脸 跟我学呢 走 铁大 你枪瓦先练啊 回去给我练枪去 走 往侧边走 把他们引开 把脸光射 走 走 蹬 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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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铁带 咱们再来一串 溜溜这帮玩玩弹 走 你瞎头 找掩护 人是废物 这两个人还打不过 前面我转进来 远途 远途 你没死啊 废什么话 死了还能跟你说话吗 远途啊 这俩人有马 我们根本追不上啊 我看咱们别耗去了 时间长了会露馅儿的 咱们赶快撤吧 不行 老子不甘心 这小的命太硬了 走吧 哥 咱们要不要先撤退啊 别着急 大部队现在没走远呢 跟你这帮忙活蛋再耗一会儿 好 走 走一圈 走 行 撤兄弟们 把死了的兄弟们带上 你怎么回事啊 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放心吧 他们骑着马 就算打不赢 也能跑掉 要不派人去接应一下吧 四妹 在 你骑着他的马去看看 是 你们看 他们回来了 铁飞 铁飞在那边 走 你们怎么才回来呀 来 中午打牙剑 铁飞 你怎么样 有没有脑受伤 我们看看 笑话 能伤我的人还没出事呢 推铁飞同志 有 这么多人为你担心着急 你可倒好 居然去打兔子 你也太没情没重了吧 不是 这兔子不是我刻意打的 你不信你问铁蛋 是那个我回来的时候 那兔子在那儿跑 我顺手就给抄回来了 那叫什么 撈草打兔子嘛 行了 别洗皮笑脸的 这是在战场 你居然有心思打兔子 你有没有点战场纪律啊 哎 指导员 你那么说话我可不爱听了 这铁飞他们两个人 把我们打退了好几十个人 你不表扬他就算了 还劈头盖脸的说他 这合适吗 明智 跟谁说话呢 怎么了 我这是在帮你 我用不着你帮我 人家 指导员是在教导我 身为一个铁卫队队长 应该有大局官 对不对 行了 那些埋伏的人是什么身份 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 个个都蒙个脸 能有二多个人吧 是吧 个个佩戴八八式步枪 死伤能有十个人 临走的时候 他把死伤的人全都带走了 我一看这样 我就没跟上去 不会是土匪吧 不能啊 我没听说这附近 有那么一大股土匪啊 而且佩佩还那么齐 蒙着脸 就是怕人认出来 莫非是 莫非是谁啊 算了 没有证据 别瞎猜了 抓紧时间 动身吧 好嘞 走着 兄弟来 走 洪莹 你是不是怀疑许大勇 他们好像知道了我们的线路 特意在这里埋伏他 昨天晚上许凌芝出去过一次 说是上茅房 他不知道我们的路线 那就是迪云猜出来了 对 是我们太不小心了 路线都顺着走的 接下来几天 你继续看着他 我们的路线也得迂回点 好 走吧 现在回去 怎么跟大白交代啊 死了八个 伤了六个 还怎么交代 老老师的交代呗 身败那兵家常事 等上 那又不死了呢 那我妹子怎么办 要不 咱们明着 把她抢回来 你脑子进水了 我们要出去 不就被他们发现了吗 那 那总不能让我妹子搁在这儿不管吧 派个人找锤子 让她去要人 锤子 锤子 那现在只能这样了 快点 我说大小姐你慢点行吗 等等后面的人 那你不会快点 好 好 来带你慢着头发 洪英 有情况 怎么了 村外来了一队徐大勇的人马 他们来干什么 里头都是锤子 说是许凌芝离家出走 许大勇让他们来接人 好 让他们赶紧带走 许凌芝在屋子里歇着呢 你带她去 好 我跟你一起去 老五 这的事你张罗张罗 好 妹妹妹子 妹妹子 臭小子 妹妹妹子 妹子 这是 你这是 我给你给我 妹子 锤子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魏子 你算是把你锤子哥害哭了 这回好了 总算找到你了 跟我回家 你找我干什么呀 我就是出来散散心嘛 干爹说了 说你被这臭小子拐跑了 让我们无论如何 把你抢回去了 你把你说的话给我收回去 谁拐你们家许凌芝了 你问他 是我拐了他吗 我们老崔姐可是轻敗人家 说话得有根据 说 说 说得好听 锤子 别瞎说啊 我们是父母之密 媒妁之言 光明正大的 什么拐不拐的 你们赶紧回去吧 我再玩两天我就自己回家了 不行 魏子 你你听说 魏子 干爹给我下了死命令 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 你还想怎么压 非逼我是不是 不是 那这样 魏子 你要是不跟我回去也行 我就带着人跟着你 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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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你啊 安全 我很安全的 不用你们保护 魏子 你 你可不能难为你 你 锤子哥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这样回去干爹非非非跟我 我玩命 陆小姐 既然你的家人都来接你了 就跟他们回去吧 走吧 妹子 对啊 大小姐 你看 这阵势都来接你来了 这两天你玩也玩了 也累了吧 老婆 回家歇歇吧 好啊 你们都想撵我走 我偏不走 哥 过去说点好听吧 我偏不走 凌迟 干嘛 跟我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有话你就在这儿说呗 这不方便 走 诶 我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这 这 这还用找啊 我们围着马场 绕了一大圈儿了 一路找着 塞塞塞塞 问到这儿的 你前天在哪儿 前天 前 前天啥日子 我们在下小浴沟 撒撒撒撒了 没事 随便我们 我给你 这对吧 这对吧 嗯 嗯 看着 我给你 嗯 熊涛鱼 看着 你 看着 看着 我给你 你 看着 你 看着 就算了 快了 就算了 好吧 我答应给你们回去 哎呀 太好了 妹子 那那走吧 我去拿行李 您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哎呀呀呀呀 弟兄们 我跟你们说啊 小姐已经答应了 哎 过来 跟你说个事 那天袭击我们的 像不像他们 不行 就锤子那体型 扎着那大脑袋 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再说人数也不对啊 那天死伤的起码有十几个 不可能这么快就不齐了 明白了 第四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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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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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战的棋 我们将合法叛奔党兵